有請我們楊部長答詢 請楊部長 部長好,我先請問你今天是用部長還是副部長的身份來備詢? 今天在貴文會登記是部長請將,副部長代理 對整個洪仲秋的虐死案,你應該是比部長更早了解情況,因為當時部長在國外 你也代理職務,你認為整個案子的發展,你有沒有責任? 我有責任 什麼樣性質的責任? 因為部長江副任務,我沒有盡到督導的責任 沒有盡到督導誰的責任? 部長督導我們的行政體系呢,能夠把事實的真相,跟真相的一個過程調查出來 那你不但沒有負起,就是說包括任何行政上的責任嗎? 有沒有什麼自行處分啊,或者是任何的進行的表達? 部長回來的時候,只是已經跟這個部長進行的口頭的請辭 口頭的請辭後來被餵留? 是的 然後接著,你就被任命為部長 那你覺得這樣會不會有一點過意不去?或者是 就是說,沒有負起責任,可能被餵留,但是反而升官了? 你怎麼講? 實在說過程當中,我是相當不願意去接這個位置 你心理上啦,就是說因為如果你今天沒有結婚,你留在原位,或者是你有什麼處分的話 那你部長能夠給自己處分嗎?不行嗎? 我真的要請你處分,要長官處分我 對啊,所以你心理會不會過意不去嗎? 是的 那你有什麼具體的方法可以,就是說 讓家屬或社會感覺到,這個反差不會那麼大的具體做法? 也就是有這樣的一個內疚的過程,而且真的是在這方面有很沉痛的一個傷痛 所以我要帶領我們所有的同仁,要盡量把這個事情處理好 好,我們就用檢驗你有沒有做得更好 因為事實上,這個起訴書啊,你事先看過嗎? 沒有,我今天早上到這邊來的時候才看到的 那,那個,呃,高部長看過嗎? 部長也沒有看過 好,最高層級是誰看過? 是由檢察長他們在處理的過程裡面 要在今天早上要報告的時候他們處理,我們不知道 那今天早上要開記者會,要公佈這個起訴內容 這個時間點,你知道嗎? 這個時間點,法律師時代有跟我講過 好,所以你知道今天要起訴,要偵查終結,起訴18位官兵嗎? 我沒有,我不曉得 直到看到報告我才知道 你有沒有看到家屬啊,包括他的義務律師團 希望呼籲,就是啊,暫緩起訴啊,的一個緊急聲明? 我今天都在立法院,還沒有機會看到這樣的一個 你今天有沒有看報紙? 今天都沒有時間看報紙 那是嚴重的,對我們國會我是覺得 這個要嘛說謊,要嘛就是非常不可思議的 對我們的國會 質詢當天的報紙 連頭版頭條都沒看嗎? 我因為這兩天都工作很忙 而且都有很多事務待辦 所以,早上到立院來出席貴委員會的質詢之前,沒有時間做這樣的工作 部長,我也當過部會首長,我們一早都有陳報啊,所有的輿情反應啊,下面都分類啊 我絕對沒有看到啦 絕對沒有看到啦 我之前是有接到資料,但是我都沒有時間去看 那你知不知道,剛剛我講的這一個,這個律師團呼籲,暫緩起訴 因為他們認為,這麼衝促啊,又搶在這個時間 他們認為這樣的一個起訴啊,會有不周全 甚至,會有掩蓋後續啊,進行調查的這樣的一個空間啊 你不知道,有這樣的一個緊急呼籲? 我不曉得 好,那我覺得你這個部長,真的,讓我真的是大開眼界啊 這不可思議的事情啊 就算你好像一問三不知 選擇在這個時間點,這樣的內容 然後你要嘛說不知道,不清楚 我就要問了 馬總統有說管定了嘛 今天在這個起訴之後呢,他也表達喔 他說,紅岸的這個偵犯行動,他會繼續督導,繼續貫徹 我請問你,總統給你們什麼樣的,比較具體的督導跟貫徹 請您報告一下,7月26號我們跟總統報了我們今天的這個改革的方案以後 那麼在這方面呢,我們都會把我們的執行的一個結果,定期的跟總統回報 他有什麼指示,他說管定了,是管什麼事情,管定了 然後今天起訴了,他說要繼續喔,督導跟繼續貫徹嘛 那你的長官,要你督導些什麼嘛,然後貫徹些什麼嘛 這方面來講,我們今天的報告內容,有外界的反應,有新的施政 我們的檢察部門當然需要再去做一些偵察的工作 我覺得這個都是應付化啦,到底在今天早上要公布,要偵察終結 在急什麼,非得這個時候公布嗎?起訴嗎? 這個是檢察官獨立的一個決定 你現在又講檢察官,你想你在25號的時候講國防部全力配合討論跟修法的過程 我們現在立法院正在這邊修法,你們就突擊 這個不是對我們立法院跟對你對輿論承諾裡面你說要配合討論跟修法 一個最大的諷刺嗎?我們正在跟時間賽跑要搶救紅洞車案的真相啊 你們急著把它癥結,來阻劫我們對這個事情,不管在後續的調查 或者是在修法上面啊,這個是非常不友善的動作啊,差這三天嗎? 如果能夠延遲一點,是不是比較好一點? 部長 跟您報告一下,我們尊重檢調單位他們自己的一個偵察的程序 不用去講那個曹金生喔,檢察長的反應社會都已經有定論了 部長,到底在急什麼,在怕什麼? 急就是因為怕,怕這個東西繼續,如果這些繼續探討下去 或群眾運動起來,等等 部長,你甚至講過喔,你說國安部的辦案效果如果沒有辦法取信於人必須檢討 我問你啊,今天的起訴出來之後,家屬第一時間表達無法接受啊 這一些1985的這個行動聯盟表示要號召更多的人到凱校 你說無法取信於人必須檢討,你覺得這個報告取信了於人嗎? 大家如果有意見,當然我們要再檢討 沒有,從事實的反應看到沒有辦法完全取信於人嘛 不然的話不會有明義調查將近七成五以上的人 認為對這樣的一個司法調查是沒有信心,而且結果是不相信的 而你們沒有去做積極的作為,佛應社會的質疑 結果你們就一不做二不休,把它給真結中 這個一定是有見不能的事啊,才會急啊,因為怕所以急啊 不然的話,那麼急幹什麼? 陸檔,我在最後問你齁 如果要搶救這個洪秋生案的真相 我們主張啊,我們現在修法跟時間賽跑 那通過了追訴的條款 把這個案子啊,從軍法移交到一般司法系統來審判 那你有無意見? 這方面我們配合貴會的決定來辦理 為什麼你們急?為什麼你們怕? 因為按照一般刑事訴訟法,只要你一起訴的 在軍檢單位以後這個就歸你們 軍法審判來管轄啦 一般的訴訟程序是這樣 那我們立法權就是比這個還大 我們呢,就是除非你能夠在盡快的時間內 把所有的涉及到的案子都結了 都判了 不然我們會用我們自己的權力啊 來糾正啊,國防部,軍檢單位 這一種啊,其實是因為怕所以急啊,的反應 部長我再最後問一下 黃恩奇案啊,也是另外一個軍中亡死案 結果超死了,一個體能得到 就是全校體育第一名,競賽第一名 那你們草草了事本來還不理 那個謝信連長啊,被判刑一年兩個月啊 還刑啊,有沒有任何行政書施的處分? 有沒有? 我們請後輩施的來跟你們講 那個,我是後輩參謀長啊,在這邊跟委員報告那個 黃... 不要,你跟我講內容 你說你們的處分啊,有沒有對他行政書施做處分? 呃,他個人是因為業務過失,自人已死啊 那個我們有給他做一個行政處分 他現在還在上書當中,這個是第一個部分 你已經行政處分什麼? 行政處分什麼? 這個一定要跟那個委員報告清楚啊 這個不要把兩岸火為一談啊 這個我們那個黃同學啊,他是 他是在我們那個九棟八旅啊 你不要跟我講過程,我本席做一個立法委員 上身質詢難道沒有做過研究嗎? 你給我下去 我剩下的時間我要問部長,你下去 這個案子,家屬已經開過騎士記者會 你們要不是因為發生紅案啊 這個,黃恩奇這個案子還會拿出來討論嗎? 部長我問你,對你類似我舉這個具體的案子啊 你要不要再成立一個專案的一個小組來受理陳情 家屬有怨言嘛,要求國賠嘛 你們當時甚至是,你們是不是因公而致死的 你們都還在那邊敷衍應付啊 部長,我需要請求比較制度性的 要不是因為紅案不會跑出另外這些案子 你是不是可以承諾我 在你直處下面,部長下面啊,設一個專案的小組 對於相關的可能的事情,鼓勵 來能夠申訴受理 然後,必要的話重啟調查 然後,有關於相關的這些法律的權益啊 包括國賠,也能夠啊 就是,對於當事人及其家屬 有一個權益的保障 我們國防部現在已經有一個權保會 跟一個國賠會 回去以後,我會請這兩個會啊 聯合起來,針對有些問題呢 去針對性的做一個調查 我會講這案子,因為到現在為止 都還沒有我們的軍方的人 跟這一個黃恩奇啊 他的家屬好好來聯繫溝通跟協助啊 請委員把這個案例的一個資料交給我們 我會請國賠會 這個就是去年啊 去年被就是 一個,就是 具體的案子啊 我在你書片東西交給你 我希望部長能夠承諾我啊 就能夠做到 我會交給這個 我會交給這個 這不只是個案啊 因為這涉及到所有很多人 最近都來向我們立委投訴 我們一樣發現說每一個案子 每一個吵到 就是說今天動地啊 國防部還是當作沒看到 是讓我們感覺到說你沒有誠意啊 所以無法取信於人 部長,這個,加油啦